目前全球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万一千人 它的蔓延速度的确是相当快 证明它的传播力的确很强 甚至德国的专家今天表示 他们怀疑这种病有可能出现无症状的感染 就是还没有症状的人 它也可能成为感染的一个病原体 但除此之外 专家的预测都表示 目前这个病毒太新 他们实在难以达成结论 比较共通的大概是两件事 就是比起SARS 它的致死率比较弱 一般来说它是2% SARS当年是10% 当然这比起流感的千分之一 还是高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 它的潜伏期大约最长 不会超过14天 也就因此中国大陆的官方 以及卫生专家 在接下来会非常重视两个日期 一个日期就是从封城之后的1月23号 再往后算14天 大概就落在原小节之前的2月5号、6号 如果那时候感染的数字开始下降 那证明封城措施是有效的 从2月5号、6号再往下面推 到2月20号左右 那又是一个另外更重要的日子 因为那这样子又是一个14天的周期 如果那时候的感染数字没有回升 甚至继续下降 那证明管制以及公卫的这个隔离手段 真的有胜利成功的希望 当然未来可能有好几个月的观察期 疫苗最乐观的估计 能够进行人体实验 也要三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还有就是公共卫生的加强 也许可以更奏效 包括各国对于公共卫生的强制手段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夏天来了 温度升高 这个病毒也可能到时候会决心 但这一切都是预测 而且如果人类只要等到夏天 才有得胜的希望 那恐怕真是太迟了 南美洲巴西一株养猪场 圈养的猪之中 发生一种奇怪的疾病 稍后被检验出 是一种名为CAPS的新类型冠状病毒 传染力强的CAPS 迅速变异成可从动物传给人 养猪场主人就因此染病 巴西医院接着开始出现 大规模集体感染 果然六个月后 全世界都出现疫情 这并非真实发生的疫情 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卫生安全中心 去年10月举行的病毒疫情演习 利用电脑模拟出一种 毒性极强的新冠状病毒 设想在全世界爆发的情况 得到的结论是 没有疫苗的CAPS 将在全世界造成可怕的后果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演习 并非国际公卫组织预知武汉肺炎即将到来 而是冠状病毒实在太可怕 所以冠状病毒 指的是病毒的蛋白外膜 有着形状如同日缅一样的突出物 就好像带了一顶黄罐 这层外壳突出物 方便病毒和健康细胞结合 造成细胞染病 最知名的冠状病毒疫情 就是2003年爆发 俗称SARS的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它跟新型冠状病毒不同的是 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没有发烧症状 就可能会传染 SARS则会先有发烧症状 病例出现日期 从2002年11月 一直到隔年的7月 全球疫情持续长达8个月 SARS疫情最早从大陆广东爆发 一开始称为非典型肺炎 随后传到香港与台湾 再扩散到全世界 不但找不到来源 也无有效药物 只能将病患隔离 台北的和平医院 香港的威尔斯亲王医院 因此发生院内感染 香港淘大花园公寓 也因社区感染 只能建筑物进行隔离 4月3月3月3日 2个星期 他感染了138病人 随着隔离出现效果 SARS确诊人数才开始下降 香港在6月23号从疫区除名 台湾除名日期 则是在7月5号 我确认这些消灭疫情 会再次出现 大量难以预计 但它可以非常状态 它可以非常広度 我们必须预计 严犹在尔 2014年初 沙烏地阿拉伯卡达等 中东国家 又爆发大规模新的 冠状病毒疫情 也就是称为 MERS的中东呼吸症候群 它跟SARS一样 发烧后开始传染 第二年5月更散播到南韩 南韩两个月后 还一度自行宣布脱离疫区 结果疫情持续到年底 整整7个月旅游业损失 超过新台币30亿 并造成38人死亡 原本以为告一段落 没想到2018年9月 又传出新病例 可见病毒并未完全消失 新型冠状病毒最大的不同 除了没发烧也具传染力 病毒基因跟下方的 流感病毒相比 新型冠状病毒长了15倍 险见这个病毒的散播力 相对持久 专家于是以传染性 和死亡率相互比较 三种病毒当中 传染性最强的是 2019新型冠状病毒 估计一名病患 平均可感染3.5人 高于SARS 最弱的则是MERS 死亡率则刚好相反 MERS高达35% SARS约为10% 至于疫情正在发展的 新型冠状病毒 目前死亡病患多为年长者 根据初步统计数字 证明率约为2% 但也可能出现大幅变化 新型冠状病毒 目前的潜伏期最长为14天 最短则一天就发病 平均为10天 病患的症状为发烧 咳嗽 呼吸急促 呼吸困难 有些病患症状轻微 甚至身体没有任何异状 但是依然能够传染病毒 传染方式大部分是和病患 近距离面对面 透过口鼻的飞沫传染 另外接触病患咳嗽过后 留下的病毒也可能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未来会如何发展 何时结束 专家人不敢做出大胆预测 只敢断定来自于 自然界的冠状病毒 存在于动物体内 如何跨物种传染给人 是防疫的重点 根据病毒基因研究显示 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冠状病毒 有85%左右的同源性 目前一只蝙蝠身上 特别是一种称为 中国菊头糊是SARS病毒原始来源 因此怀疑新型冠状病毒 可能也是由蝙蝠先传给中间宿主 最后跨物种传染给人类 虽然SARS和新型冠状病毒 在基因结构上是表兄弟 从过去SARS的防疫经验 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隔离人世最佳的途径 也因为病毒变异性太快 在疫苗问世前 一届普遍采用支持性疗法 但支持性疗法 也只能减轻病患症状 预防染病的维尔法门 除了经常洗手 就是口罩不离身 避免出现在人群聚集的场所 让病毒无任何可乘之机 才能安全度过 这场重大的工位危机 在今天有关于疫情报道的最后 我们还有一个小故事 要跟你分享 这回美国也派出了专机 去往武汉撤侨 而这个专机上有一位机师 就是您看到的 华一的丁玉玲 丁先生日前接受了 美国世界日报的访问 他说其实他们公司 有600位机师 但其中只有5位是华一 也就因此他决定 自己一定要站出来 自愿担当这项任务 他的理由就是 不能出了事只叫洋人去干吧 但随后这架飞机 要回到美国哪里降落 却是一波三折 主要是社区居民的反对 而其中有不少居民 竟然是华人 这点令他非常的感慨 他在报道中还谈到 当年日本海啸大地震的时候 当地的灾区的商店的货物 其实每天都保持价格不变 而当地的居民 也是选购每天自己所需要的 绝对没有发生囤积抢购的情形 如今在华人社区 却看到有人哄抬口罩的价格 他觉得这样做太丢人了 的确丁先生的感触 与他这番话 非常值得我们在此时多多地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